貓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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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咪在吃東西 你看這是鸚鵡 牠也想吃 你看 好可愛 你看這是鳥 你看 可愛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梁 看肉肉啦 大家看看我的金灰 現在長得不錯吧 昨天去逛 又去逛了 我就買了一顆金灰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兩顆金灰有什麼不同 這一顆你看 這個樣子 然後這一顆 它的葉片比較厚 我已經種下去了 它金灰比較長 那我就問老闆 他們兩顆 怎麼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老闆說 這一顆 因為它年紀比較大 所以它的葉片比較厚 所以養著養著應該是會比較厚 那這個我就用比較大的五寸盆來種 而且沒有鋪面 那這一顆就種在這個比較好看的盆子裡 我們到時候看看兩三個月後 哪一個長得比較好 原則上看起來這顆好像比較漂亮 就拭目以待吧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這個 看到這個箱子 就知道我要開箱咯 你看這個小小的 猜猜這裡面是什麼呢 我終於忍受不住誘惑 我買了寒肉了 而且買了什麼呢 買了我最喜歡最喜歡的 剁肉植物 那因為我們這邊比較近嘛 所以我也沒有風 我就直接把它拿出來了 我拿出來給你們看看 你們看 我買了雪蓮 拉威雪蓮 好漂亮喔 而且還買了很貴 一定有人會說我瘋了 第一次買寒肉 還敢買這麼貴 可是我覺得它好漂亮喔 因為昨天晚上我也把它拿出來 它有 應該是說它有沾到露水 所以你看它本來是這麼大 結果現在有聚合起來囉 生命力挺好的 我拿起來給你們看喔 你看 好漂亮喔 欸怎麼 欸有水耶 而且你看 它已經開始 在長小白根囉 這是砍頭苗喔 還開心喔 終於買到雪蓮了 這個是叫拉威雪蓮 美不美啊 我去買的時候就只剩下這一顆了 我問老闆它總共進了幾顆 他說進了五顆 一大早就被買完了 就 因為我是下午才去的嘛 就只剩下這一顆 我考慮了一下下 就決定把它買走了 老闆就笑笑說 這是最後一顆 但是最後一顆 不代表它最醜 也不代表它會長不好 我覺得它真的還蠻不錯的 而且你們看 真的很大 以雪蓮來說 有沒有 你看 捧在手上 現在是因為它有向內聚合 昨天整個攤大餅的時候更大呢 我們就來把它種下吧 這個拉威雪蓮 它的配比我想用五 就是百分之五十的顆粒 然後好好種著 你們就慢慢欣賞吧 我來準備配土囉 給你們看 我這個配土大概用了百分之七八十的顆粒 那因為它這一顆已經蠻大了 所以我想不要讓它太暴漲 控制在這個盆裡面就好了 那中間我會再放少許的那個赤玉土 幫助它生根發芽 就來動手囉 有沒有覺得它真的好美 那我想 下一些葉子下來 這一個 我有問老闆娘說這個枯葉要不要卸下來 他說都可以 好緊喔 不是那麼好拔耶 可以 不是那麼好拔怎麼辦 不是那麼好拔 好緊 我一直忘記了 摸到上面 真的很難拔 本來想說要下幾片葉子下來葉芙 我覺得好難 但是我還是想試試看 試試看吧 試試看吧 終於枯葉拔乾淨了 輕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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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這個壞掉了 超難的 沒辦法壞掉了 壞掉了 好了 不要假的 算了 不拔了 就直接這樣 然後呢 這個土我中間是放四穴土 就挖一個小洞 然後就這樣弄進去 這樣坐著就好了 然後周圍就給它用鋪麵石 一樣用最漂亮的 我覺得應該先拿起來 鋪麵石 鋪麵石先鋪上去 反正它只是坐著 它就直接鋪麵石 就把它壓一壓 我們家外面又已經開始工作了 好吵喔 好了 這樣鋪麵石 就弄好了 把它壓一壓 然後呢 這個漂亮的雪蓮 你看這裡就直接做這樣子 稍微 這樣就種好了 好了 這樣我漂亮的鋪麵雪蓮就種好了 好美喔 希望它可以在我這裡 乖乖的浮盆 乖乖的成長 度下的時候 再來說吧 我們今天 這個漂亮的韓肉 鋪麵雪蓮 就分享到這裡囉 歡迎評論 點贊 還有別忘了訂閱喔 我們下個視頻見囉 掰掰 掰掰 訂閱 按讚 還有訂閱 記得 訂閱 看